这个哭花了妆的女生是苏 和我恋爱了十年 偷偷筹备了一个半月 把她片上一艘船 休闲的海上之旅 即将迎来一场两天一夜的盛大惊喜 现在的时间是 我们出发前往深圳的前一晚 然后我们开始收拾行李 这一个半月是我最漫长最艰难的一个半月 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最难的一个点在于 自从我们一起辞职做自媒体以来 所有的事情不论事大事小 我们都是共同商量 共同参考彼此的意见 共同做出决定 但是唯独这件事情 就是马上我要给苏准备 就惊喜的这件事情 是没有办法商量的 什么样的场合是一个最完美的场合 什么样的着装 什么样的流程能够带给他最大的触动 我跟他在一起这十年以来 最厉害的 最感动的 然后最出其不意的惊喜 当你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成功了吧 希望我们可以拥有一段 毕生难忘的回忆 好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的就是舍口邮轮中心的一楼大厅 这就是船了 好美啊 给你看一眼吧 现在的夕阳光 好 快 哇 这西洋包鞋太美了 我们要走错是你给我准备的吗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 还是一个十周年的定制节 读一下 是你给我准备的是吧 哈哈哈哈 你好 我最爱的女孩儿 欢迎登船 这是一趟属于你的惊喜之旅 也是我为你悄悄准备的十周年纪念礼物 我没有给你准备 哈哈哈哈 天哪 这一次把游戏范围扩大到整艘船 让我们一起寻回这些年的回忆 而每共度一年 都会解锁我留给你的一封信 十年我觉得是 我们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时间点 在一起的这十年的一个 一个惊喜 拿出了我打算在接下来穿的小裙子 哈哈哈哈 诶诶诶诶诶诶诶 我的天哪 2012年 你就从2012年一直让我找到2022年是吗 躲藏这三个跟2012年有关的回忆 在一起的第一年一起去天津眼 没有 第一次去青海一起旅行 恭喜你获得了此行的关键道具 与Royd的人生旅途护照 接下来请随身携带这本旅行证件 启程今晚2013年 一场未觉之旅正在等着你 哎哟 有点感动 还是你想让我读吗 嘿 第一个音就破了 你好吗 我是你未来的男朋友 现在呢你大概很难想象会跟这么愣头愣脑 满头乱发又瘦瘦瘦巴巴的人一口气交往了这么久吧 偷偷告诉你 你们接下来不仅相伴了整整十年 甚至还过上了小学同学路上才会出现的理想生活 是不是感觉难以执行 在你提问之前 请容许我先对你说一句感谢 谢谢你独到的眼光 收下了这个满脑子白日梦的书呆子 感谢你长久的耐心包容了接下来的生活中 我数也数不清的粗心大意不见风景 感谢你那么勇敢 盖狼在我懦弱的时候激励我 虽然有一些缺点一直没能改掉 但你会慢慢发现我值得你信赖的那一面的 我保证 所以就算有一点点小波折 千万不要急着放弃我哟 好的现在我们要去吃晚餐 非常紧张 我非常紧张 我非常紧张 我一个很好的东西 请问这个菜式现在上来呢 你直接放在先生的头上 这个台式真的很烂 人民大学传媒大学 我们俩的这个大学时候的地铁站的距离 要跨越整个北京 今天是我们的快乐 谢谢 这一年过得好吗 是不是对我的了解又加深了很多呢 这些年没能看着你的眼睛对你说的 晚上睡觉前犹豫了一下又吞了回去的 那些中最美好的瞬间 被眼脱口而出的 那些我爱你 从这一缝缝试图穿越时间的心开始 我想尽力补给你 好的第一天的任务平稳度过 但是明天才是一切的重头戏 我是在想啦 就是现在苏是非常的相信 我在准备的这个是 我们的十周年纪念 然后随着明天 小莫他们出现 我们其他的朋友出现 然后一步一步的 不知道他会不会意识到 最后我要给他准备的是什么 但是我希望是在这样的一个 循序渐进的逐步升温的流程中 然后他可以在心里做好一个最后的准备 新的一天 从我们房间里的一顿海边早餐开始 来拿着你的红茶喝一口 拿着我的红茶 它没有什么呀 我的思雨兰卡的毕业旅行 开始了已经 我还没吃早饭呢 爱顺序排列毕业旅行途径的实作 证实卡片 每张牌你只能看一次 可能只要破过去 为什么呀 增加有难度啊 放这 那就先放在这儿吧 放在这儿吧 还有东西啊 打台 一起毕业啦 工作啦 机会的钥匙 我们来到了2015年 在船上的无数工作人员中 收集到五把钥匙 我是射口王 我需要你的帮助 十周年快乐 谢谢 是不是很简单 好神奇 谢谢 我需要你的帮助 为什么你一来就要问我 你们十周年快乐 终于找到我了 谢谢 谢谢 是找到这个房间吗 哇 哇 魔力 证明没有找错呀 这一年我们开始走遍世界 收获了无数风景 但也收获了一些更珍贵的东西 用你手中的钥匙开启过去之门吧 听说阳台上有一个漂流瓶 快去找找吧 哈哈哈哈 现在在那里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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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总是接到我们两个人之后 这完全不是这种感觉 你瞒了我太多事情了 你现在的装特别像Joker的这样 我们是来自2017年的小木牙虎 此时此刻我们刚刚要与你认识了三田 那请问你能想起我们的这个约会 是出现在下面的哪个地方吗 如果是你穿这套衣服 应该是一起去阿里圣母院 2017年的第一个地益 就是我们和小木牙虎一起在巴黎 科莫多岛看科莫多龙 后来我们在年底一起去了北极 有位乘客不小心弄丢了这颗地球 你愿意找到并还给他吗 还给他 还球 还球 还球旅行 吃哪个球要了吗 为什么还是能看得出来是我呢 而这就是个回报 这是一个地球的项链 我得到了金球奖 这是我和Roy高中的时候的共同的好朋友 然后这么多年一直关系都很好 确定吗 我拿这些给人家换 谢谢 这是我们的博物馆 Rambley 这也太厉害了吧 难以置信 你已经几乎完成了所有旅途 并集齐了全部回忆 在池畔 海关 进行通关认证后 方可启程前往最终国度 全部都集齐了 15 16 17 18 19 这也有 是一个这种可以永远保留的登机牌 酥肉机场 我的名字 航班号是 MM1006是什么 就是就是就是最后呢 在探想家酒郎 还有一个关于2022年的一关 然后 第十周年 最后一个环子 最后一个2022年的礼物 一个只为你而准备的表演 然后剩下的就天天歌 我现在的我紧张的手组是错 怀疑自己的平庸到底怎么形容 才能够让你心动 到此刻我才发现 一路走来这十年 无论是精彩也好 是平淡也好 只因什么都愿意 是不是太少听清 你对于我的意义 褐色的眼睛 嘴角的表情 都定于我心中的美丽 我想想在这一这一这一天 把所有心意都兑现 用这些这些这些 一直到沧海与桑田 但带着分秒都值得 或是认为你能定格这一分 在这一这一这一天 我梦里认了几千遍 当时写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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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 再回到千里的一面 就跟着跟着这海角 就跟着跟着这海角 穿满红岛 晚霞映照 你的发烧 在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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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在这一这一这一天 当作纪念 直到永远 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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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送你的最后一份 2022年的礼物 在这个盒子里 这个盒子的密码 这个盒子有密码 这个盒子的密码 是我们的一个纪念日 也是这首歌的名字 是哪天是我们之前的纪念日吗 是哪天呢 是今天 是今天 是 SolarCap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好的 中学栏 对 ны 看看 对 另外 你愿意吗 你愿意 你愿意成为我永远的人生伴侣吗 我愿意 你哭什么呀 你不是应该准备好了吗 你愿意选择去做一个钻戒 因为第一你也不喜欢钻戒 第二我觉得我对你的心意不需要靠钻石 不需要靠钻石的多少来表达 这个戒指上面的两只手交握的手 就是我们的手 从人类有婚姻的历史之初 最早古罗马人就是用想握的两只手 来代表两个人对彼此的承诺 这个戒指就代表我握着你的手 然后可以去共度所有的难关 还有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 台上的所有的主角 谢谢 配够我们的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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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